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看见了轿车对车主大壮 大壮表示我们也都没什么事 就各自回去修车吧 但是老金凭借多年作案的经验 当时就觉得这个大壮也是一个杀人狂 老金回家用血位镜查看了血液 发现确实是人血 然后又看了一下最近的新闻 果然有一位杀人狂在连续作案 老金担心自己女儿的安全 于是便连夜报了警 希望警方能够追捕凶手 大壮其实是一名警察 同事接到报案之后查到了大壮的愁上 认为这根本就不可能 大壮下班之后过来找老金 意外遇到了老金的女儿小美 马上有了自己的计划 开始有意无意地靠近小美 一天老金发现女儿和大壮在一起 但是前面提到过老金有吃在这 所以并没有马上记起大壮的真实身份 大壮做起来自我介绍 原来已经成为了小美的男朋友 没过多久 警局的案所长找到了老金 告诉老金那位肇事车主的身份 老金靠着自己的录音意识到 原来女儿的男朋友就是那个杀人狂魔呀 等到女儿回了家 老金警告女儿不许再和大壮来往 然后仍然不放心 便把女儿锁在家里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老金发现女儿把大壮带回了家 然后大壮还和老金说 要和小美结婚了 老金意识到把女儿关起来之后 机翼出现了真空机 而现在首要任务 还是要保护女儿的安全 不过想要弄死大壮的时候 却被女儿意外打断了 送走着大壮小美也和老金表示 她越来越难以接受这样的老爸 老金意识到自己要赶快干掉大壮 否则自己到最后 连自己的女儿也会忘记 只记得杀人的习惯 那女儿更危险了 没等到老金出手 大壮先找上着老金 然后对老金说 其实我们都是同样的人 但是为了我能继续活下去 所以得让你帮我背黑锅 还有你女儿我也会让她消失的 老金醒了之后 马上来到女儿的房间 把没睡醒的女儿直接拉了起来 老金让小美先去姑妈的修道院 待一段时间 小美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被老金拽上了车送走了 随后老金跟踪大壮来到偏僻的郊外 老金趁着大壮离开 偷偷溜进了房间 发现了大壮杀害女孩的录像 老金把大壮的事情告诉了所长 不过没想到 在与大壮对峙的时候 大壮反咬一口 说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录像 这是你自己录的吧 大壮还说 你女儿已经三天没有燕讯了 该不是也被你杀害了吧 老金马上表示 自己的女儿在她姑妈的修道院里 而大壮却说 小美和她说过 她的姑妈早就去世了 这一切都是老金自己意想出来的 老金疯狂跑到修道院查看情况 确实已经废弃多年了 看来自己确实已经吩咐清现实和幻觉了 那么小美到底去哪了呢 原来老金亲手把小美塞进了大壮的车里 老金在家万念俱灰 却突然发现了女儿给自己买的录音器 而那天大壮对自己说的话 恰好都被录了进去 老金打电话给所长 把录音让所长听了一遍 所长这才相信 原来大壮是一直以来的杀人狂魔 所长偷偷跟踪大壮 来到了一处十分偏僻的木屋 大壮暂时还没有伤害小美 并打算让小美相信他老爸才是一直以来的杀人狂魔 所长给老金打电话 告诉老金地址和他女儿的情况 却意外被大壮发现 呼呼勒死了 小美目睹了这一切 也知道了原来老爸的担心是对的 老金赶到之后被大壮偷袭 但是老金年轻的时候的身手还在 与大壮扭打在一起 小美也冲了出来 祝老爸一臂之力 老金凭借当年的杀人习惯成功制服了大壮 老金救下了小美 自己也被警察带走 无论是关于大壮还是关于过去 老金需要交代的太多太多了 这部电影成功让我们见识了什么叫演技 而电影最后也采用开放式的结局 无论是哪一种 记忆残缺的老金 保护女儿的执念都让人为止感动 好了 本期我们先看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